居然连绝世好剑也不能批成事实 此时的布京云怀疑起了人生 没想到他千辛万苦得到绝世好剑 竟也批不开得事实 见不到至爱的布京云陷入癫狂 拿起绝世好剑一阵乱批 身后的楚楚见识不妙 连忙出言劝解起了布京云 你看见他 你有什么用的 他什么都听不见 什么也看不见了 孔子死了 你知道吗 孔子他已经死了 楚楚的话让布京云认清现实 他知道孔子已经死去 再见到孔子也是于事无补 楚楚要布京云放下执念 这样既是放孔子自由 也是放他自己自由 在楚楚的劝说下 布京云如梦初醒 终于放下执念告别过去 而布京云一直有两个愿望 一是破开格事实见孔子 二是去天下会长熊霸报仇 如今孔子之事告一段落 他的下一步是去长熊霸报仇 为了避免楚楚受到伤害 布京云要楚楚去剑尘那里等他 还未等楚楚出言反对 布京云便施展轻功消失不见 可令布京云没有想到的是 他在去往天下会的路上 遇见了武林神话无名 无名见过奥天等人的尸体 认为布京云杀心过重 不适合持有绝世好剑 要布京云将剑交出 布京云虽然不认识无名 可却发现无名深不可测 武功甚至更在熊霸之上 可单凭几句话 就要他布京云交出绝世好剑 那是万万不可能之事 既然嘴顿说服不了布京云 无名只好动用武力抢夺 论起在剑法上的造诣 布京云和无名相比 犹如蹒跚学步的志同 就算布京云有着绝世好剑的加持 也不过是关公面前耍大刀 两人交手不过七八招 布京云手中的绝世好剑 便被无名击飞掉落在地 布京云只有弃剑起薪 方能够不锐磨刀 现在云在大仇未爆 我与剑势不分离 布京云再次提剑功向无名 可达到天剑境界的无名 已经处于剑道巅峰 轻描淡写地加住绝世好剑 而后猛地旋转夺走宝剑 并将布京云给击飞了出去 可令无名没有想到的是 绝世好剑已经认主布京云 竟然自行挣脱了他的控制 布京云的心中如风起云涌 他看出眼前的无名 并未动用真正的实力 就在两人对峙之际 温怒突然出现攻向无名 却被无名随手一击打退 落地之时已然受伤不清 布京云意识到无名的恐怖 不由地生出了一种无力感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名离去 得到绝世好剑的无名 一路急行返回中华阁 却不想刚走出不远 身下的坐骑猛地不受控制 差点酿成一场交通事故 无名出手将坐骑安抚下来 这才发现是绝世好剑在作怪 绝世好剑任主布京云 他离开布京云越远就会变得越重 无名的坐骑自然无法承受 即便身为天剑境界的无名 也无法斩断这种联系 只好放弃骑马步行返回中华阁 夜晚降临 无名来到一间客栈休息 布京云悄悄潜入房间 意图偷偷盗走绝世好剑 早有防备的无名当即出手 将布京云打出了房间 奉劝布京云不要枉费心机 我不会放弃 我会一直跟着你 直到都会保健为止 随便你 你要是想浪费时间 请便 走 走 温鲁挟持着一个人质到来 威胁无名交出绝世好剑 无名不愿牵连无辜 将绝世好剑递了出去 布京云却不屑于这种卑鄙手段 命令温鲁放开手中的人质 他要堂堂正正拿回绝世好剑 这样的做法让无名有所改观 认为布京云心存善意 他一定要带顾京云走向正途 画面一转 断浪现身拦住了一辆马车 他要征用马车执行熊霸的计划 不曾想马车内的客人 竟是断浪的两个熟人 是断浪 这是冤家路产 好大的人 竟然敢不理本少爷的话 原来是我的手下败将 所谓英雄界的传人 剑辰 那就是冤家路产有很大的人 感谢观看